嘿,有人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經常有人問的,回答都回答不完 不過可以理解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一提起食生,人們就猛地問了 我爸爸現在末期什麼什麼癌,要怎樣吃啊? 或者誰,高血壓,或者皮膚,怎樣吃好啊? 這個問題我就這樣看了 如果針對個別的情況,如果我們這樣回答他 是很不負責任的,因為我都未見過他 不了解他實際上現在身體的狀況是怎樣 他去到什麼階段,他有多虛弱 他現在的精神怎樣,睡得不好啊? 他的思想還有沒有很靈活啊? 那些,或者他已經放棄了自己生存的醫癒啊? 這些,還有他的體質呢? 他是偏寒還是偏熱啊? 醫生說他的其他指標,比如血壓啊? 譬如他的糖尿,血糖的情況啊? 我們要先了解這些,還有他個人的口味呢? 他吃了什麼呢?他對哪些東西是有特別的敏感的呢? 或者是特別不喜歡的呢? 我想我們都要了解過,談過他的生活方式啦? 等等他的年紀啊? 生命的階段啊? 他平時做事的活動的情況啊? 我想呢? 實在是要知道這些東西,至少啊? 才可以是個別的樣子去看他啊? 還有是讓他嘗試吃這一樣子 過了一兩餐,過了一兩天,過了一兩個星期 他的身體怎樣反應啊? 他的感覺是怎樣啊? 他的胃口是怎樣啊? 有什麼改變了啊? 我們都要了解這些啊? 所以真的不可以三言兩語這樣回答你 否則呢?我們是不負責任的 不過,話說回來呢? 還有兩樣東西呢?大家要明白的 第一呢?就是呢? 每一種的病呢? 確是有一些不同的吃法的 糖尿啦? 他怎樣看他個人的信念啊? 怎樣看糖的問題啊? 他自己有多餵食啊? 這些全部都是要去瞭解的啊? 還有,講到尾啦? 所有病都是心病啊? 不只是這樣啊? 改變他飲食就一定不會治得好的 沒有包醫這件事啊? 你吃適合了呢? 如果你其他的條件不改變呢? 譬如你的信念啊? 你的生活方式啊? 你又不肯去曬太陽 又不肯去做運動啊?這些呢? 你經常都是這麼負性啊?等等呢? 你的自我形象這麼低落啊? 這些,正是吃是幫不了多少的 雖然,雖然吃了正確之後呢? 即是吃生呢? 尤其是你懂得怎樣去針對哪些食物令我們開心的 這樣去吃一點呢? 又會好很多啦? 還有呢? 就是呢? 凡是吃生吃得對的呢? 整個人都會有整體的進步的 睡好啦? 脾氣好些啦? 多些希望啦? 那呢? 心呢? 又會改變啦? 那呢? 長話怎麼說呢? 平時我們講這些啊? 由早上真的講到晚的 你來上課啊? 我希望呢? 即是 這些問題呢? 要是你來我們上課啦? 要是我們個人療癒課 我們只是這樣啊? 你找長哥啊? 找我長哥拍檔啊? 這樣啊? 跟你個別去做諮詢啊? 這樣才會妥當的 可以嗎? 那呢? 有很多時候呢 是那個病人 自己吃 未必有進展啦 暫時啦 但是他周圍的人呢 他的家庭 即是他的子女啦 他的老公老婆啦 又忽然那時候吃好了啊 就是全家改善的 是我大家的祝福 好 希望剛才長哥這樣講呢 會幫到你 以後你問這個問題呢 即是明白我們關注的東西 我們怎樣看呢? 好嗎? 那如果你覺得是 我們剛才講的有價值的 分享給其他人看 多些看 長哥在YouTube的頻道裡 其他各方面的資訊 好嗎? 拜拜 多謝你收看